7-6人中锋恩彼得慈役较出25分时篮板 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7-6人竞在主场迎战活塞 比赛还没开打 两队阵中备受瞩目的两大中锋 就已经先在场外互喷垃圾化 慈役恩彼得 Joel Enviate占据优势 他全场贡献25分时篮板 活塞卓蒙德 Anda Drummond 虽有14分11篮板 助攻还有全场最高的5次抄截 活塞仍以103比108不敌76人 连两天出赛的76人首截略显皮泰 才开局就被活塞打出一波11比4的攻势 不过76人很快就找回手感 助攻卡文顿 Robert Covington 连续从外线出手接命中 助76人反打出一波15比0的高潮 76人在上半场结束就以63比47战时领先 一篮后 活塞吹起反攻号角 前两节冷冰冰的外线终于找回手感 单节就命中4颗3分 第三节仅剩49 7秒时 肯纳德 Luke Kennett在外线出手命中 一举将两队比数扳平到了末节 两队比分依然紧咬 不过76人靠着萨利奇 Dario Saric 西蒙斯 Ben Simmons 连续得分要回领先优势 气力放进的活塞不但有3分钟1分未得 关键时刻 啄萌德又泛满毕业 最终以时 3比108败给76人 推特王恩比德 词役砍下25分 是篮板 卡文顿也有25分 8篮板 帅哥射手瑞迪克 J J Reddick 则有18分 7次助攻 而西蒙斯词役则是 生涯首次没有得分 上庄 仅拿下5分 是篮板 两大中锋对决恩比德 又略胜一筹带走 胜利 没连射 活塞部分则有 T 哈里斯 Tobius Harris 拿下全场最高 27分外带 7个篮板 R 杰克森 Ragget Jackson 则有25分 进账 活塞 卓蒙德 虽有14分 11篮板 6助攻 外带全场最高的 5次超捷 表现全面 莫杰关键时刻 却饭满毕业 活塞 捉蒙德 此一表现全面 西莫杰 饭满毕业 活塞 分盘 未果 没连射 感谢 物质